青街瞎火 心雨霜 霜酒菜菜 事涼涼 手拿忙吹 朝天大楼 双眼观看似少年来 帮炊打在眉目之路 哦 痛就痛在 郎兴沙 情节下回 心已上落 霜就才在 时亮亮 霜霜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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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痛就痛在 郎兴沙 霜霜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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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这个题目呢 间接地或者直接地 跟郁老师刚才所表演的 这个节目有关 这八道题当中 三分题四桃 六分题四桃 安娜 告诉我是几分题 六分 吹竹 几分题 六分 六分 试生 几分 六分题 告诉我几分 三分 停了 三分 三分 是否好 希格 三分 三分 几分 三分 三分 恭喜你 抽到了六分 接下来的答题规则是 抽到的题目 不是你们自己来答 而是由你们指定一位选手来答 明白了吗 明白 安娜 现在你要做一个决定 好的 天乐 好 请 念题 六分题 小树民族有自己的节日 你能举两个吗 泼水节 那个民族叫什么 让我想一想 我给你点时间 逮族吧 是不是 逮族的泼水节 这是一个答案 第二个答案 好 虚寒 虚冷的东西 寒时节 寒时节 那是哪一个组的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的回答 一个答案是正确的 好的 所以六分当中 你能获得三分 谢谢 谢谢 好 接下来 你复仇的时候到了 三 三分题 来 给谁 我看看一下 我就给他吧 好 好 请念题 请看大屏幕 大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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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着往下念 然后你看看这个图片 这是贵族哪一个民族 壮族 你确定吗 确定 这个正确答案是 苗族 接下来请师生 给下一个选手出题 这道题不难 是关于少数民族的 有人要吗 宇翔要 你要吗 对 六分题 请说出你知道的五个中国少数民族 并指出他们的主要分布地区 这个不难吗 没关系 说出五个对你来讲应该不难 蒙古族 蒙古族 没错 蒙古族 你顺便可以讲蒙古族分布在哪里了 应该靠近蒙古吧 那个我们叫什么地方 内蒙古 好 好 第二个答案 回族 回族大概在哪一带 靠近新疆那边 靠近新疆那边 蒙族回族 苗族 苗族在哪 对 贵州 贵州 聪明 三个 第四个 朝鲜族 朝鲜族很棒 在哪里 应该在吉林那边 对 对 很棒 来 四个了 对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最后一个 土家族 土家族在哪里 很棒 在昆明 云南 云南 土家族在云南 在云南 云南也有 但不是主要的 确定吗 不是很确定 最后三秒钟 三 二 一 坦白地告诉你 除了土家族 是不是在云南 我不敢确定以外 你以上的答案 全部正确 土家族 湖南湖北加重庆 加重庆 是吧 不在云南 云南可能有 但是它不是主要的 聚集区 是 这题六分 其实对你来讲 有一定的难度 你要把少数民族 和所在的地区 都要答对 你的分数是六分 好 接下来 宇翔 这个题不难 几分题 几分题 六分题 六分的 你要给谁 这个印尼的邻居 印尼的邻居 翠珠是吗 对 好 民族唱法 都包含哪些唱法 风格尚有什么 公同特点 你说这道题不难吗 快板 相声 金句 玉句 我们把它放在一个 艺术门类 我们叫它什么 它们这些是什么 戏曲 戏曲 好 所以有一个唱法 叫什么唱法 戏曲 戏曲唱法 是吧 好 来 接下来 少数 对 民歌 来自民歌 对 来自于什么 最好能够准确一点 叫做民间唱法 所以这个没答对 老师啊 我觉得他说民歌是对的 民歌是对的 因为民歌本身就是民间唱法 歌唱分类里面 他就是算民族唱法里面的民间唱法 明白 所以他说民歌应该是对的 应该是对的 所以戏曲唱法 民歌唱法我算你对的 后面还有一个问题 他们在演唱上有什么共同特点 演唱的风格有什么共同特点 比如我们经常会形容说 这些东西啊 比如说这个唱歌 没有太多的装饰 没有太多的修饰的那种 说明它是什么 特点 对 是什么 自然的 自然的 好 我算你答对了 好吗 我要给你的分数是 民歌唱法对了 戏曲唱法也是提醒你的 那么最后呢 自然的也是提醒你的 我最后给你加一分 三分 谢谢 好 接下来 你选择一位选手 我这边是六分题 不难 不难 江本要吗 好的 那就我给江本吧 江本 好 现在请念题 好 六分题 请哼唱一首 你本国著名的民歌 说出一首 内容相近的中国民歌 你对它们有什么 共同和不同的感受 这个不难 本国的民歌 多王者 只值得中国的民歌 日本 我只在听那个流行歌曲 日本的民歌不了解 没怎么听 Sakura没有吗 Sakura hila hila Mai o chide 后面就知道这个 有这么一句 Sakura就是樱花嘛 对吧 对 那你就找一个 中国的花的歌 有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你来吧 好 告诉我这两首歌的一同 都是赞美花 用花去比喻什么某种东西 不同的地方 Sakura那首是说 花降落的时候就像 因为比喻的是梦的这种 很虚幻的 然后 而茉莉花呢 茉莉花就是 比喻一个女子吧应该 就是有实质的东西 好 尽管你回答得很辛苦 这题六分 我只能给你两分 蒋本龙四来为下一个选手出题 你选择哪一位 嘉俊 嘉俊 三分题 刚才歌里唱到了 洗衣上的女孩 女孩手里拿的工具叫什么 干什么用的 您找的歌 不容易 首先要把歌词给听了 问题是 女孩拿着的工具 干什么 是用来干什么的 对 对 手拿棒锤 朝天打了 他这里说是朝天打 但是他不是朝天打的 你说他是 他干嘛用的 首先他拿的是什么 手拿什么 已经忘了 什么爬 水爬 锤锤 锤 手拿棒锤 锤锤 锤锤锤锤锤锤礼演员 下河干嘛去了 干什么用 耕中 用来耕 没没没 是 不不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勤解下河洗衣裳 合理啊 应该是用来那个 他拿那个干什么用 倒计时 他下河干什么去了 刚才唱的 洗衣服吧 所以你给我完整的答案 第一 这位主人王拿的是什么工具 就是那个 拔水 霸水 棒水 棒锤 棒锤 棒锤干什么用 用来洗衣服 用来洗衣服 对 答案呢是正确的 他拿的是工具叫棒锤 那么用来呢洗衣服 就是锤打衣服 好 但是呢是在我们的帮助下 你才有答案的 三分题 我不知道给你1.5还是2分 2分吧 没有老师 这是老师的决定 我是我的决定 没事 给你1分你也赢了 对 这个是这样 对你要求 延一点给你1分 好 谢谢 佳俊 你现在要选哪一位选手来回答你 西哥吧 西哥吧 好 3分题 请举出三个你知道的中国民歌 中国民歌 对 哎呦 这对他太容易了 不拿次 民歌他本身就是那族的 让他说20个 才能给分 那19块都不能给他分 一个是红燕 红燕 都是他那的 莫莉花 莫莉花 然后还有一个 我们有那么多少数民族 对 维吾尔族的什么 拿起你的头盖 什么来着 盖起你的头盖来 修起你的 我们要请他到 盖头来 哎 哎 对 好 三个 除了有一个我不确定 起码 莫莉花和 掀起你的盖头来是对的 红燕算吗 红燕算 红燕算是吧 红燕是老民歌 现在的那个乐队填词的 音乐是传统民歌 传统蒙古民族的歌曲 对 父亲的草原 好 三分 《呼罗贝尔大草原》 太多了 谢谢 好 现在《贺希格》没有选择了 给安娜 三分题 刚才演唱的歌曲是根据 居住在贵州省的歌劳组 名歌改变的 你知道贵州省的省会城市名称吗 桂林 桂林 不要讲 不要讲 广西有个叫桂林的 对 第一个字跟他省的第一个字是一样的 所以 桂 桂 桂 好费劲 我要不要给你分了 如果有0.5分的话 我愿意给你0.5分 那给我吧 给你1分 好吧 好 我们大家都通融了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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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